走遍灰州大地,探访桃园秘境 大家好 前一阵子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路过了一个小村子 只有几十户人家 发现这个整个村子白天空无一人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住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记得小时候就来过这个村子 在这个村子的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村子 不知道现在里面的那个村子还有没有人住 有兴趣的话 大家在下面评论 满十条 那我就去探一探 小时候经过这个村子的时候 这个地上都是泥泞的土路 当时也没有车子 有个远房的亲戚就住在这个里面 过年来做客感觉这一路好远 现在不管有没有人 至少这个村子里面的水泥路已经铺好了 可以看到我现在来的时候是上午十点钟 基本上这个整个村子是空无一人的 以前来这里的时候都是那种晖州的老宅子 现在很多人家都拆了 做了这种新式的水泥房 这一路过来我看到有的院子里面还有车 应该是有人住的 像这种远离市区的房子 只有以前古代的时候才适合居住 现在很多都已经变成了微房 这一路走来进的可怕 终于看到一个骑摩托的 还带着一个小孩 应该里面还是有人住的 这边还有人家坐这个房子 像这种村子 一个人进来还是有点害怕的 白天就怕有狗 这真的有一条狗 晚上就怕有鬼 你看这一栋房子 应该它是一栋老宅 整个的墙体都是有青砖砌成的 里面还有一棵琵琶树 远处有个大爷还在劳作 望去整个村子异常的安静 这个村子蛮有特点的 左边是一条青溪 这青溪里面有巨大的石头 以前来这里的时候 可以发现这个石头 有的比这个房子还要大 这是一幅现代的仿制的窗花 以前都是用青石雕刻的 现在干脆就是水泥的了 夏天来这个河里面洗澡 特别的舒服 这种老宅你看它的院子里面 杂草丛生 还有一棵巨大的不知道什么树 前面有一座千年历史的唐代单口斜跨的石拱桥 非常难得一见 这也是我这次来拍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面 就是这个石拱桥了 你看有一个碑纹 根据这个桥前面所立的这个碑纹显示 这座石拱桥呢 它建于唐朝的天福年间 距今已经有1100年的历史 当时在这个桥的边上 还建有一个石梦的重服院 这个桥原名就叫做剑溪桥 那么为什么它后来改名为孝子桥了呢 这就要从一位名人说起 他就是汪伯 汪伯它是南宋绍兴二年考取的近士 绍兴十三年 汪伯就入京 申太长青祖父 入玉石台 捡法官为这个监察玉石 其间呢 汪伯多次委婉的劝谏 要高宗禁止孝道 北营二帝 被这个高宗赞赏 同时呢 这个汪伯与这个秦桧 是同一时代的人 一同为官 当时秦桧全是鼎盛 多次拉拢汪伯 但这个汪伯不为所动 并与秦桧等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可以说呢 是当时朝廷中的一股清流 辞官后的汪伯啊 并没有贪恋权势 他回到了毕三老家 遗养天年 享年呢 八十四岁 孝宗得知汪伯去世的消息之后啊 悲痛万分 追赐汪伯为龙图阁学士 宋朝前到年间啊 孝宗就下职 将这个毕三的重复院呢 就赠予汪伯 作为他的追修地 追修的意思呢 就是仿造原样 加以修制 然后呢 就用于纪念 同时啊 这个重复院呢 就改名为尊孝寺 而这个石桥呢 因为寺庙 而改名为孝子桥 这座古桥呢 它长13.8米 宽7米 离河面呢 6.8米 为丹孔石桥 是当时啊 毕三村进这个 建西村的通道 带大家下河看看 现在是这个枯水期 春季来的时候呢 这里的水啊 它是清澈见底的 大家看一下 这河里的这个巨石啊 大不大 这河里大的石头呢 有的比房子还要大 小时候啊 特别呢 喜欢在这个巨石上面玩耍 巨石之间呢 它还形成了这个水塘啊 是村里人绝佳的 这个游泳场所 现在这河里的石头 很多呢 都被人家运走了 用来啊 把它给敲碎 然后做房子 留下的呢 都是一些不大不小的 这些 或者是搬不动的 这些石头 住在这样一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 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 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是你 你想住在这种地方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抛车 行者 转抛车 感谢观看